只要再輸一場 就跟季歐賽說拜拜的金門球場 這場比賽交手新北玉龍 雖然開賽被對手打了一波7比0 屈居下風 但他們很快調整 靠著洋將 Kyle Barron強攻籃下 手接杜納8分 幫助球隊緊咬戰局 當然 只有外援還不夠 本土球員也要挺身而出 宋宇軒切入上籃進球 還獲得小仗加一的機會 經久一度在第二節超前 只可惜 進攻端發生八次失誤 到置物法擴大差距 加上防守端壓不住 難摸射手呂正如 剛剛在四節中秒前 標進湖底位置 Bother Bitter 半場打完 反倒是玉龍以三十五比三十四 暫時領先 前兩節只拿下六分的李恩 換個籃框 表現有如猛虎出閘 眼看隊友罰球沒進 搶到籃板擠開兩名防守者 單手把球塞進籃框 即使呂斯吃憋的金九洋將 隨後回擊 強攻禁區 完成三分打 但難摸射手呂正如 就是能在緊要關頭跳出來 用外線給對手 贏頭痛擊 三節攻下十九分 率領球隊跨到七分差距 無路可退的九國英雄 沒有打出破釜沉舟的決心 反倒在第四節前五分鐘 連一個feel goal都沒出現 狀況這麼差 恐龍大軍也絕對不會同情地 呂正如 周世元這對台版浪花兄弟 聯手出擊 打出一波十比五的小高潮 奠定勝機 中場玉龍是以七十三比六十四 會贏球十連敗的金九 確定無緣角逐今年的SBO季後賽 回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總統 總統